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那个身份证字号这个部分 那我要做两个步骤啦 不过你也可以问ChargeP 我们先不用ChargeP 我们先用传统的方式来做做看 那第一个步骤的话一定是什么 先插入一个函数 所以游标一定是放在C12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是按插入函数 那找到MID 一样在文字类里面有个MID 就是取什么 取中间的字啦 就MID OK MID的中间 那按确定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TES 通常是你的资料你的文字在哪里 就是这个 所以你给他一下 我的资料在B12里面 第二个问题呢 Star number Star number应该是什么 应该可以猜出来 从哪个字开始 我的意思应该理解的意思 从第二个字开始 所以输入2就可以了 因为H1 这个在第二个字 那LUMBER CHOICE X的话应该是数量 意思应该就是要几个字的意思 字数几个 一个就好了 OK 所以你就输入1就可以了 所以你分别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给他 他就会帮你取得你要的资料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是建议 以后你们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特别注意右边 是不是你要的 比如说这个过来的话 它是不是这个东西 4就过了 那这个是不是两个字 4 1个字 2个字 是不是1个字 4 然后最后取得的结果 是不是你要的1 4 那确定就OK了 但是如果你看右边不是你要的 那表示你的叙述里面有错误 你把它修正一下就OK了 另外还有一点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资料形态问题 有没有发现这个1 它前后是有双引号的 如果你前后有双引号的话 那这个1 它就不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它第一个不能计算 第二个不能比较大小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文字没有办法计算 也没有办法比较大小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观念 那所以呢 如果假如 你今天跟这个1的 没有前后双引号的比 在这边是不相等的 这一点要特别特别小 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做错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 我们要确定好了 那你向下填满它 它会自动抓到 每一个性别的那个字出来 但问题它不是最后的性别 那怎么办 你需要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要怎么做 通常是这样 我的习惯会把第一阶段的公式 就是不包含等号部分 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 剪下来做什么呢 再把它放到第二阶段的 第二个函数里面 我做这个看 选起来不包含等号 剪下 再按下插入函数 那我需要第二次就是用判断 逻辑嘛 有没有文字下方有逻辑 逻辑里面有个一幅 按确定 好 那一样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逻辑是什么 逻辑判断 有没有 logitest 你的逻辑是什么 我的逻辑是 如果当什么情况呢 再把它贴上 刚刚这个公式里面的结果 如果当 这个取得第二个字的内容 假设是等于 所以中间你加一个等号 等号就是两边比较 如果等于1的话 那我就true的部分呢 那我就输出男 不过男这个字 理论上应该要加前后双女号 不过当然义父 这个函数 它是还蛮友善的 如果你忘了加前后双女号 你离开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他会自己帮你加 OK 但你自己加是最好 如果有时候偷懒我就没加 那如果打一个反之就是女 有没有 true就是男 true就是女 如果没加 移开 他会自己帮你加 好 那目前看起来 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 明明这个是1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这得到的结果是false 欸 false的话意思是什么 不是喔 不是1 所以你会发现 假设你公式要按去列 你像一下填满 他会全部都是女 这个时候很多人 就会傻眼 没错啊 老师 我照这个逻辑 刚刚你要修改的话 你再把游标停在if上方 再按下插入环数 它又会跳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OK 记得喔 如果你要重新修改 这招是比较好的 OK 记一下这个小动作 这个如果你都会做 我是觉得Excel 这个工具真的好用 而且顺手 工作是愉快的 OK 好 那 那再来为什么错 其实我刚刚有讲的 错应该如何修改 有没有 这个1是什么1呢 数字1 那如果说 因为刚刚我们得到是文字1 所以如果你要正确 应该怎么办 请记得 一定要在什么 1的前后怎么样 加上双语号 马上变true了 有没有看到 OK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但是我发现 连很多在职场上上班的人 还是常常出错 因为我之前有业界上课的时候 发现他们一直找不出问题答案 我说你这形态错了 那看不出来吗 真的他看不出来 真的 而且这个屡见不鲜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文字跟数字的差别 那你说是看起来不都一样 对 我们看都一样 但是Excel看就是不一样 OK 可是问题谁帮你做 Excel帮你做 又不是你在做 你在做 你在做你会分辨吗 可是如果你在看的话 那你要有多少只眼睛 才能把事情做完 对不对 OK 所以你要靠电脑 你就要知道电脑的思维 跟你不一样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而且我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以前没有那种训练 所以错就错在这里 那还有一点 特别注意 以后你们在学程式的时候 也是一样 程式的bug最多 写错的地方 也是形态写错 因为你搞不清楚数字跟文字的区别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 那以后 无论你在学习其他的语言的话 你也会比较顺利一些 比较不会出错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电脑并没有 那么不好相处 就是你要慢慢知道他的 他的哪些地方是跟你不一样的 有没有 就好像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一样 你慢慢就是 原来很简单 大概就很好相处了 所以别人觉得很难的东西 对你来说就简单了 OK 按确定就OK了 把它向下填满 有没有 答案就OK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那同样的部分 其实跟各位讲 你说老师那 这样我如果打这个公司 我有点障碍 我现在还不熟 我可不可以请CHOTP帮忙 当然可以的 那至于叙述的方法 因为时间关系 我之前有做过 我看一下 好像云端上我有放 但我是建议你可以自己用 你自己的方法 有没有 这边有个身份字 用CHOTP来判断的话 我这边有个Q 后面这一串 那叙述方法就是 就是请帮 一样 请帮我撰写一个ECEL公司 反正我们开头 我都习惯就这样 然后后面怎么做 反正你就看一下 那个储存格位置 也就是说 假设你将来 是要把公司放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预设 所以这个不用讲 你不用特别跟他讲 我目前游标在C12上面 不用了 反正你就是假设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跟他讲说 将B12的储存格 所以后面这一串 看你要不要把它call过来 如果call过来 对他来说会比较明确 他比较知道 你的资料内容是什么 然后取得第二码 并判断性别 若依则为男 反之为女 OK 这好像写得有点文言 你不一定要这样写 你写得让他看懂就OK了 OK 那你把这个结果 把它直接输出来 当然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重打 因为这个我自己打的 然后呢 直接就把这个讯息 试着把它放在TrackGP看看 我是觉得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这种东西 对他来说简直太简单了 有时候甚至有点感觉 侮辱到他的功能 这个AI是可以做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我们练习 把问题输出给他 那他会得到什么呢 他会除了给你正确公示之外 他还会直接怎么样 跟你解释一下 有没有 感觉他好像是有窃听我讲话 为什么讲的好像都跟我差不多 您可以使用MID跟IF 对有没有 然后 有没有 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而且把这个公示 把它复制贴过去好了 复制有没有 贴到我们现在这里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它贴到后面看看 等于 去一模一样 OK 他有窃听吗 OK 应该是没有 只是说 我发现做出来好像都差不多 因为你的概念是相同的 所以得到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不妨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一个是传统的方式 OK 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 我是建议你可以 请Charlie P幫忙一下 那很简单 你就把问题丢在这个讯息上面 然后呢 他就会帮你把答案给产出 并且说明为什么 用了哪一些函数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 没关系 你再把你的问题再继续问 他会再帮你解释更清楚 那如果未来 假设发生错误的话 其实也像 像我们刚刚发生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就是我刚刚漏了什么 这个前后双引号 对不对 那得到的结果 错误嘛 那如果以前 为什么错 为什么错 不知道 有个方法 直接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取消 复制之后 再取消之后 你就直接把这个公式 贴上来 你就跟他讲说 请帮我找出错误 OK 然后呢你就把公式贴 贴上来就可以了 公式 然后 我们刚刚公式 就直接把它贴到 这个后方 这样子吧 有没有 刚刚错嘛 但如果假设你要更清楚 最好是叙述一下 有时候我很懒 我觉得好像他 其实不用讲太详细 他应该就会懂了 所以我试试看好了 执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 有没有看到 他真的就很聪明 有没有 我们贴的时候 是没有前后双引号 贴上之后的话 有没有发现 他帮你修正的 就是前后双引号 OK 那这个算简单的啦 如果你给他贴很长的一段程式 贴上去 请他找错误 真的也马上找出来了 哇 这太棒了 以前 我们光要找程式的错误 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debug部分 这一点 居然他就帮我们解决了 而且很快 哇 每次试我都觉得 哇实在太好了 所以有这种东西 你还担心什么 对哦 如果有这种东西 你还不会用 还慢慢再去 用以前的传统方法 那真的就会 差太远了 就像有先进的武器 跟传统武器 比如说一战的武器 那简直就没办法 没办法打 OK 所以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善用 所以我刚刚主要是 利用 这个刚刚的 深山之寒 这个问题 OK 你们去去看 然后做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再到 QLGB 请他帮你产生看看 OK 那再来的话 这个问题 MID 这个是用MID MID取 从开始就第一个字 取四个字 不过这个问题 比较特殊 应该会有同学 马上出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找到MID 他会有一个问题 应该有同学 我要从第一个字 开头码就第一个字 取四个字 有没有 取错资料 这个应该是 这个 应该是这个 A21才对 得到应该是0551 可是如果你按确定之后 得到的结果 却是 咦 怎么会不是0551 而是个公式 如果假设你现在 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简单 原因非常单纯 只要你滑鼠右键 找到 儲存个格式 其实格式做怪 格式部分 预设应该是 通用格式 右键 但是他应该是被改成文字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格式 被改成文字之后 你只要输入了公式 他得到的结果 就会看到公式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请你把格式 改回第一个 OK 然后按个确定就OK了 好 不过你说 那怎么还是没有 你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让它run一下 那怎么让它run 游标放在上方 按个打勾 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 老师 老师 为什么公式得到的结果 居然不是结果 而是公式 很简单 因为你那个格式 被改成文字 那相反的 如果将来 你就是要让人家看到公式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先改成文字之后 然后你再去直接打个勾就好了 它就变成公式了 OK 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要看到公式 而是希望看到结果的话 那很简单 右键 储存个格式 然后通用 再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这边点一下 打个勾 OK 底下当然请各位自己完成 第八个字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意义改成 8 那这边改成 5 第八个字取5个字 那这个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sumni 我把它直接向下天 这个的话是 3取2 所以一样 这边把它改成3 直接改比较快 不然的话你自己重新再做 可能会比较浪费时间 改成2 OK 好了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自行再 试试看 那待会就是twin跟中的练习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看 好 好 好 ai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